金耳朵認證的美聲好音質 菲利普TAT556真無線藍牙耳機加入戰場啦 音樂界有一群人擁有出類拔萃的好聽力 對於聲音細節的掌握鶴鶴肌群 他們共通的就是在菲利普認證中 拿下了最高階的金耳朵認證 現在就讓束褲3G團帶大家一起來看看 這一款菲利普TAT556真無線藍牙耳機吧 菲利普重回戰場後 我們也開箱過他們的TAT4556 這次帶來了他們的高階款TAT556 我覺得他們可以順便出個小改款 然後就可以叫做TAT5566 56不能亡啊 盒裝右上角的LOGO就有滿滿菲利普魂 開箱後我竟然看到了一個帥哥 好久沒看到有壓印帥哥的產品了 可惡直接把我比下去了 盒裝內容物有TAT556耳機本體 TAT556充電盒一個 包含耳機上共三組不同size耳塞 USB-A to USB-C充電線一條 再來就是不用看啦 菲利普TAT556共有鑰匙黑跟冰雪白兩款顏色 相較於色系活潑的TAT4556 這次走一個經典路線 膠囊狀的充電盒也與TAT4556相似 或許是TAT系列的共同設計表現 比較不同的地方 就是在充電盒上蓋與下蓋中間 黑色選用古銅金 白色則是純銀色以高質感的搭配 分類了四系列與五系列定位的差別 開蓋採用磁吸式設計 上蓋有菲利普大名 正面有一個充電指示燈 TAP-C充電孔位於後方 耳機本體採用預飯團的樣子 配色與充電盒一樣 黑色在外圈用古銅色裝飾 白色款則是在觸控區 做成磨砂銀金屬色 外圓上有一個指示燈 內側與外側各有一個收音孔 還有磁吸式充電區 跟紅外線離路耳偵測 配戴體驗上 TAT556同樣是路耳式設計 本身就具備一定的物理性抗噪 預飯團造型的本體 剛開始使用時可能會不習慣配戴方式 不過菲利普特別設計了菲利普 Action Sound Series 專為亞洲人的耳型設計的入耳設計 讓他有相當不錯的佩戴體驗 單耳約5.2公克重量也是標準的重量感 使用約2個半小時後才比較有負擔感 為了避免觸控的誤觸問題 單次觸碰是無功能設定的 其他內容為 右耳觸碰1秒為播放暫停 右耳觸碰2下是ANC或環境音的切換 右耳觸碰3下是下一首歌 左耳觸碰3下是上一首歌 左耳觸碰2下是快速切換到環境音通透模式 放入充電盒開蓋 雙耳觸碰8秒啟動重置功能 配對速度上維持藍牙5.0的水準 充電盒支援或開關 開蓋約2秒半可以跟配對過的裝置完成連線 耳機放回充電盒關上蓋也是約2秒半可以解除連線 規格上Philip TAT556 使用高通QCC系列晶片 藍牙5.0技術 藍牙編碼SBC、AAC、ABTX 12mm女磁石驅動單體 左右共計4顆麥克風 加上CVC通話降噪 Hybrid ANC主動式降噪功能 環境音通透模式 IPX4防塵防水係數可單而使用 充電盒支援器無線充電 也支援有線快充 充電15分鐘使用1小時 搭配充電盒最高可以來到22小時的續航力 實際測試開啟ANC音量60% 單次使用約5小時12分鐘 音質聽感上說真的 那些金耳朵的大佬認證產品 我還真不敢在這邊賣那種風騷 人家說關公面前耍大刀 不過我可能連拿都拿不動 但認真說這款耳機的音質調音 真切的有感的不同 而且為了聽得仔細聽得透徹 我可是一路從1.4版調教一路聽到1.9版 TAT5556整體抓住了兩個重要的聲音 第一個就是偏日系調音的中頻人聲甜 第二個是大眾口味最需要的 讓低頻明顯的呈現出來 特別是更新到了1.9韌體版本後 最讓我服氣的就是低中高 三頻均衡柔和的呈現 不會有低頻太濃太重 也不會有中頻人聲太靠前太搶戲 還有高頻烈士聲音墜落的問題 俗話說知己知彼百戰大勝利 TAT5566真的... TAT5556 對不起喔對不起喔 56不能亡 總之 菲利普對自己的這顆12M的女時時驅動單體 真的是掌握得非常好 特別是在ABTX下的聲音細節 人聲的密度真的是少一點不行 多一點又怕扛不住 非常剛好 如果要說有什麼可惜的地方 那應該就是對於低頻愛好者要注意了 TAT5556的低頻強 是強在超級的共振心臟的那個震撼感 而不是走那種低頻濃郁滿首歌的方式 還有就是偏田的人聲 在聽一些滄桑歌喉的時候 會有一定程度的扣分 這個部分建議可以去用內建的預設調音 或自己調整EQ去補一下 一路從歌劇EDM流行音樂都掌握得很好 唯獨就是那像李宗盛或張青芳 這類需要一點滄桑感的聲音 可能有點偏暖可惜 另外分享一下建議音量在55%到65% 它的聲音表現我個人覺得是最佳的 通話測試上就請看我們的通話實測啦 我們其實為了呢 就是讓大家通勤的 可以感受它的通話降噪效果 所以因為必定捷運不能錄影榜 所以我們用防照這個方式 來讓它體驗一下 那現在各位聽到是相機的收音 應該可以聽到這個捷運聲音非常的明顯 接下來各位聽到呢 就是這一支 Felip TAT556的通話降噪品質 它的收音效果啦 具備左右共計四顆麥克風 還有CVC通話降噪技術 相信它的收音效果應該是非常不錯的 那以上呢就是這一次通話測試啦 那未來呢我們會有更多方式 來進行各類的通話測試 那畢竟其實各種方式都有一定的好處跟壞處 那也請大家就是如果有什麼想法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以上就是這次的通話實測 TAT5556搭載Hybrid ANC主動式降噪功能 之前也介紹過這種複合式的降噪 有更好的降噪效果 實際感覺是強化了過去ANC比較難處理的中高頻 TAT556的降噪效果實測呢 不論是在高鐵公車上捷運上 都有75%以上的阻隔效果 最棒的是帶著它之後 包裹都收不到了 早上叫的外送呢都中午才拿到 垃圾呢也可以一個禮拜丟一次喔 啊對了對了 其實呢在菲利普專屬的APP裡面呢 可以將ANC調整成自適應模式 這樣它就不會始終在高強度的降噪環境 剛剛的問題也都沒有啦 環境音通透模式上 整體的收音是很自然的 沒有電子音的感覺 同樣可以經由APP去調整環境音的收音強弱 一共有五段可以做調整 不過會有一點點小小的低頻在耳朵旁邊 我是說如果你沒有播放音樂的情況下 延遲表現上Y磁藍牙5.0的水準 追劇或是觀看YouTube沒什麼問題 幾乎沒有延遲 不過一樣不推薦射擊遊戲 或者音樂遊戲 前面有稍微提到了 菲利普的藍牙耳機擁有它專屬的APP 可以在APP裡面去查看耳機的電量狀態 調整ANC、環境音通透模式 還有預設四種調音 也可以自訂EQ 奇妙的是裡面竟然可以切換歌曲 另外設定頁還可以開啟或關閉 紅外線離路偵測 菲利普TAT556真無線藍牙耳機 大約落在3,990元左右 從之前開箱過的TAT4556 到這次更高規格的TAT556 看得出菲利普加入真無線戰場的企圖心 該有的戰略功能跟規格都有 音質調音上也是我覺得 是少數可以完全駕馭自家單體能力的好聲音 以上就是菲利普TAT556真無線藍牙耳機的開箱體驗 我是阿貴我們下部影片再見掰掰 有一個觀眾留言說我們要不要抽狗狗肉 就說沒有要抽狗狗肉了 是我要講幾遍